高級警司關翠晶在旺角向傳媒簡介清理示威者阻礙物時 一度帶錯了有迴歸前警徽的警帽 之後就換回 警帽人員是否可以保留著迴歸前的警徽呢? 隨著九七迴歸 警隊以及其他紀律部隊和制服人員 都換上新的徽章和徽號 主要是以紫荊花代替皇冠 但庫務司准許所有制服人員 都可以免費保留一套 回歸前使用的徽章和徽號作為紀念品 剩下的徽章和徽號都要交還 由政府物料供應處處長 根據物料供應規例的規定處理 部分物品就成為警隊拍賣會的拍賣品 警方曾經說 由於舊的警徽經常被他人用作其他用途 所以新的徽號和有關設計 已經在九七年初向知識產權處註冊成為商標 產權由警務處處長擁有 這樣除了可以減低被人務警的可能性之外 亦都可以透過審批徽章作為商品 收取版權費 增加警察福利基金的收入 由於警隊適章和徽章受到版權條例保障 任何人要使用這些裝備或仿造這些裝備作為道具作拍攝用途 必須拿到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的批准